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大家有没有听过螃蟹理论 螃蟹理论就是说 假如你把一群螃蟹 你假如放在一个水桶 你不需要加钙 那螃蟹他会这样试图要爬出来 当他要爬出来的时候 下面的螃蟹就直接把他往下拉 把他往下拉 结果到最后 没有一只螃蟹是可以爬的出来的 这一种就是一种笔节的 一种不良的负面形象 其实螃蟹 大家都是螃蟹 为什么我不想要让你成功呢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在笔节的一种特质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朋友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 每当你想要做一件事 去询问朋友的时候 朋友给你的答案都是什么 不要做 那个怎么样怎么样 不容易成功 很少说你就去做 我支持你 每个人都是给你泼冷水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你要先记得一件事 因为跟你同样的水平的朋友 同水平的朋友 他们都会有一种情况 就是他不希望你成功 因为你成功就表示他变差 所以我们常常都讲 见不得别人好的这一种的特质 其实他就是笔尖劫财的一种负面特质 他要把你拉的跟他一样 跟我一样就好了 你干嘛还比我好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你要慎选你的一个朋友 你要慎选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 假如他是比你好的 你会发现到 你说你要做什么事 你去问他 他就说可以啊 你去做 你顺便要怎么做 会比较容易成功 他是有办法拉拔你的 他是有办法拉拔你的 所以各位我常常之前跟你们讲说 物以类聚 你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人 你就去找什么样的朋友 你就会慢慢慢慢的 会跟他一样 所以当你想要成功 你当然就去找一个很成功的朋友 然后就在他旁边看他怎么做 然后问他为什么这么做 然后甚至你假如要做的时候 他还可以拉你一把 为什么 因为其实就像我本身一样 我有很多学生 我的学生 他们总是会来问说 老师要怎么做会比较好 当然以我的现阶段的水平 我会跟他讲 你怎么做 其实对你是一种很大的一种助力 我可以拉拔他 因为我本身就是在那个位置上 所以他来问我的情况下 我就可以跟他讲我是怎么做 怎么做才会达到我这个水平 当他达到我这个水平的时候 各位他就会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他自己去发挥 所以各位 我们是有办法去拉拔别人的 因为我们不会怎样 学生可能他没有我 他的各方面没有我好 我可以把我的经验跟他讲 跟他讲以后他怎么去做 所以很多学生其实他只是看到 老师 你每天都这样子轻轻松松的 可是轻轻松松的背后 他是什么 当我一讲的时候 很多人就傻眼 很多人就傻眼 各位 一天我假如没有事的时候 一天我最少最少 一个八字案例 一分钟命理 小尝试 然后下午7点一部影片 9点一部影片 一天最少5部影片 然后直播6部影片 然后我再把直播用成精华 把他分断 那很有可能会高达到8部影片 而且这当中除了拍影片以外 我还要上字幕 这一种情况 他最少每天他就要搞掉我 5到6个小时 而且我们是持续不断的做 这个就是我成功的经验 我会跟我的学生讲 你可能没有办法跟我一样 你一天一部影片也行 很多人是一个礼拜一部影片 但是我会说你就一天一部影片 一个礼拜你最少给我出个两到三部影片 这个就是我给他的一个建议 你会不会听 你能不能做得到 你就慢慢慢慢的会跟我靠起 因为比肩结财就是能模仿的意思 所以你要很慎选你的一个朋友 你的朋友很好 你自然而然就会跟著他好 所以你小时候 你看 你假如跟那种读书好的朋友在一起 你就会想要读书 但是你假如跟那种爱玩的同学在一起 你就会很想要玩 所以这一些就是比肩结财 他最厉害的一个地方就是童话 他会把你童话跟他一样 所以我们常常会跟你讲 你不要遇到所谓的酒肉朋友 螃蟹理论就是所谓的酒肉朋友 直接把你往下拉 把你变得跟他一样 我不想要你成功 但是你要去看看那些成功的朋友 你去跟着他们 你会发现到 他们是非常乐意的 会帮助你的 但是他的帮助你不是说给你钱 而是他会跟你讲怎么做 他的观念是什么 你在无形中就可以学到他的观念 他的做法 这样子不断不断的把自己提升 但是假如相反遇到的是那一种酒肉朋友 同样的 他也会不断不断的把你童话成跟他一样 所以酒鬼的朋友就是酒鬼 毒鬼的朋友就是毒鬼 都是一样的原理 所以你想要改变你自己 首先慎选你的朋友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关注、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